三藩市金門公園420大麻節聚會 過萬人參加 三藩市金門公園週四舉行420大麻節週年聚會 吸引了上萬人前往Hipper Hill 大量的大麻煙霧在現場上升 根據ABC電視台資料 420大麻節和灣區的淵源深厚 據悉一群來自Marian縣的青少年 當年每天在下午4時20分相約一起吃大麻 到後來420這個詞會就為人熟悉 每年的420大麻節 三藩市金門公園Hipper Hill都會有慶典 這是1960年代 《反文化》和《化的力量》等活動的中心地點 活動於上午10時開幕 中午12時開始會有現場音樂演出和表演 大約下午5時左右結束 活動組織者Alex Aquino估計 三藩市今年的420節會有2萬人參加 他們主要是大麻愛好者 場地內有不少攤位 如售賣熟食、衣服、地毯等 現場有攤位派發用大麻做的餅乾、糖果和一些紀念品 都有銷售大麻的攤位 因此需要年滿21歲成年人才可以入場 主辦單位提醒市民 不要使用沒有包裝或未經測試的大麻 因為有可能混入分泰來畫其他毒品 Chris是1號4居民 他表示已抽了10年大麻 每年都有參加420聚會 第一年參加420大麻節聚會的Kim Peck 是1號4居民 他表示今次特地和朋友一起參加聚會 很瘋狂 很瘋狂 看到很多人祈禱 我們所有人都愛 就是薯 薯 我常常做的 但我做的只是因為420 因為這是一個特別的活動 該活動吸引了來自不同城市的人出席 Akino指出 無論是看樂用途 還是成年人使用 大麻仍然是藥物 而420節標誌著參與和分享這種藥物 屋輪的大麻商家都有慶祝420節 活動主要集中在Cannabis Chow 天下衛視記者李子逸採訪報導